别的孩子记哥哥记得容易 在他这不好记 经常就问 哪个哥哥这是 其实现在跟郭培阳聊天 很可爱 六岁多 他什么都会说 他认识很多字 通过淘宝 原来还以为 他想连幼儿园都没上过 为什么呢 人家家里都上幼儿园 好东西都劝 要有集体生活 跟小朋友们接触 才能锻炼 才能够不孤僻 怎样怎样 我想了想 他也不孤僻 天天跟好几十说相 在一块玩 他孤僻什么 那一个说相 盯三百个小朋友 再一个 我们家的人也多 天天家里边 这些一大帮人 每天固定 最少家里十个人 从小 人家家都是 家里没人看孩子 送游园去 你说他走了 这十个人跟家怎么办 是不是 他得多 多闷的 是不是 也行 自从他会玩手机了 上淘宝买东西 我没想到他认字认得太多了 前两天有一个学生家长 人家是小学老师 人家好意 快上学了明年 你拿点课本来 语文课本来 你把他说 让他看着玩 你们给他讲 就无意中给他一本 他自个拿起来坐在那 从头一篇开始给你念 没有一个字不认识 全认识 万能的淘宝 这玩意 昨天我回去 我一看手机上 他们说 你看看吧 我一看 好 跟客服聊天 买了小汽车 还没到 他就问人家 为什么没到 大概几天能收到货 你们为什么这么慢 别处还有没有 还有哪家店能卖 你推荐一下 人家还挺客气 跟他 到最后再用心等待 他最后说一句话 向小孩 求求你快来吧 客服打死也不知道 是他跟郭芬阳聊了一天 也挺好 眼瞅着也该上学了 该上学了 你别说 天天就劝他 到学校去 跟小朋友好好的 他也很担心 会不会有人欺负我 我说你放心 不会的 我爸爸讲话的 他现在上学 就得做最后一排 又高又胖 人家小孩都没他足蹦 我说你不欺负人就好事 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他是要上学的 我妈 郭芬阳还没上学呢 我得拿着三国 给他养活大了 也快上学了 七岁了 我二年该上学了 郭芬阳挺好玩 郭芬阳 郭芬阳那天在家里边 把我乐坏 我们这老二 他其实说话还是挺有 语言天赋的 终归还是有遗传吧 还是有 从小到大 经常是因为说话 闹很多笑 他唯一有一个记不住的呢 就是记哥哥记不住 记谁都能记得了 别的孩子 记哥哥记得容易 在他这不好记 是因为我们家去的 师兄弟太多 孩子们 他家就一个哥哥 这行 我那么些个徒弟 谁来了都叫哥哥 有的不是总去 你说他从小二 两三岁就开始对不上 所以说经常 他来得说话 人来了进门打招呼 人走他得跟人说再见 所以经常就问 哪个哥哥这是啊 你跟他讲 这胖子是大通哥哥 这什么 这个九郎哥哥 这是谁 这是谁 挨个儿记 有的能记住 有常去的能记住 不常去的记不住 包括最早的时候 那会儿才多大 两岁啊 多一点 记郭麒麟 他喊的 他开始这也是 郭麒麟哥哥 后来家里就说 你这个不用带上名字 不用带上名字了 但是他不理解 他认为 来这么些个哥哥 怎么这个不能叫呢 后来就加了个奖 这个他是你亲哥哥 他就问那怎么办 你就喊哥哥就行 一点什么事 你哥哥来了 我说你喊你哥过来吃饭 他就知道 这是你哥哥 前四五天 我一天晚上 那个王九龙上家去了 王九龙呢 跟我们家沾亲 王九龙的老爷 是我的舅舅 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 这个王九龙要论起来呢 是郭麒麟的表哥 表哥 所以说在家里边说说话呢 就觉得家里人觉得 表哥怎么也是沾亲去呢 所以就告诉他 王九龙在那边坐着了 就告诉这个郭芬阳 就叫你哥过来 他就回头看了一眼 回头又愣了 叫你哥过来 还特意指 指那个大高个呢 叫你哥过来 郭芬阳压低了声音 他叫郭麒麟呐 其实人家戏琢磨 他就逻辑是对的呀 这怎么是我哥呢 不过麒麟吗 他闹不过来 他小的时候特别小 那会儿你想 一岁多一点吧 差不多开始要学话了 说话 那会儿 他分东西大小的时候 你比如说玩具 大汽车 小汽车 他不会说大汽车 小汽车 但他有自己的一整套 他管这个 这个特别大的这个车 他说这是车里边的爸爸 小的那个呢 是车里的孙子 他现在呢 他有时候 他的想法跟不一样 他淘宝买东西 淘宝买东西 他自己看 看完之后 他知道买这个了 他会问你 问几天到 但是他从来不会问人 说这个事情需要几天 他是拿睡觉来问你 这个还需要几个觉 这再睡几个觉就来呀 这个你跟他说 他记得不是清楚 不能再说 这赛说没完了 这就 改天 改天 改天给你们讲一个 郭芬阳的专机 他特别好玩 你知道吗 我再说一点 这个小的时候就都告诉他 就走道啊 干嘛 要好留神别摔着 看他不理解 说你看要摔着的话 啪 我就摔坏了吗 拿个东西是啪 明白了吗 死明不明白 就这样 然后有一次动物园 然后出去在外 动物园的猴 猴在树上 都那会抱着他 他抬头看那猴 啪 啪 他那意思啪啪啪 不就掉下来了吗 啪啪 然后回家来呢 就那会儿 对这个字 他印象不是深 只要一摔下来 就是啪 没多久 就是我们家有一亲戚 叫张云雷 他管张云雷呢 叫毛秀 是因为张云雷那会儿 烫一黄毛 所以家里告诉他 那黄毛舅舅 他到今天 他管他也叫毛舅 毛舅最爱逗孩子了 是吧 有段时间 不是摔完了吗 摔完跟家 那恢复的过程当中 他爱逗他 你过来过来过来 安迪你过来 小明星安迪 有糖 他就跑过来了 跑过来之后呢 打开一看 没有糖 孩子就生气就走了 这个呢 招倩还追过去 再来后他 有糖 你看看 郭芬阳东门回头 啪 台湾 台湾